国立屏东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系壁展于民生校区教学科技馆一二楼展出 以演艺为主题分为十一组的创作组 七组的影音组及三组的论文组 共展出二十一组作品 演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延伸 用水型的方式去把我们的文化跟创意去做结合 那屏东大学是一个非常 所坐落的这个位置是非常具有丰富的多元的文化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 把我们屏东多元的文化做一个最好的一个会整 我们主题还包括我们的园民 包括我们的眷村文化 包括我们的客家文化 包括我们的闽南文化 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 透过不同的包装的形式 让大家产现出不一样的一个新的特色出来 那同学以演绎两个字做创作 是想要传达在这大学四年里面 各种的学习 透过老师的指导 各种文创专业领域的指导 然后衍生出非常多的创作的想法 展示内容涵盖老年长照 不同族群的文化维护及传承外 也有以日常生活心情点滴作为文创发想的素材 衍生出各式各样的艺术创作和文创商品 希望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 我就是从小在眷村长大 所以这段童年回忆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就将我们家族的历史作为一本 集结了一些旧照片跟我自己手绘的插画 还有些故事 然后把它集结成一本手册 我想传递给大家的是 那段生活带给我们的温暖 同学以眷村第三代的视角 讲述那个时代下人们的生活与记忆故事 展现了文化保存的价值与意义 并设计出一系列文创品 延续眷村的情感温度 也有同学选定了分布全台各地的职人们进行采访 深入了解这些即将失传的传统工艺 希望透过每一次的实际接触体验 将最真实的感动传达给观众 拍了之后觉得听到很多师傅 他们一直以来发生的故事 然后觉得这样的文化是台湾很珍贵的资产 如果它就这样子不见的话 我们觉得真的会觉得很可惜 屏东大学文创系壁展作品包罗万象 同学们展现惊人创作能量 透过毕业制作将文化重新诠释包装 开发文创品 派引起更多人关注文化议题 也展现学生对文创领域的多元想象 及在校学习成果 记者张如云 柳健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